《上帝特别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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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菲利塔姨姨 今日的故事是《上帝特别的礼物》 《上帝特别的礼物》 《上帝特别的礼物》 《全心节》是在《创世记》 《二章三节》 经常记着说 《上帝似呼吸第七日定为圣日》 今日的讯息是 当我享受上帝赐给我的宝贵礼物 安息日的时候,我就是敬拜他 你会何时开始为你的生日计划呢? 是你生日当日 还是几个星期前就开始构思? 期待着特别的日子来到 是否很有趣呢? 在那些特别的日子 我们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东西 吃特别的东西 和穿特别的衣服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假期 这个也是特别的假日 是一个神圣的节日 哎哟,等不及了 好想圣诞节快点来 泰勒大声说 妈妈抬头笑 就说 但现在才五月份 你还要等很长一段日子 我知道 泰勒抱怨的话 不如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这么期待圣诞节来 妈妈问他 好,但可不可以让我播了圣诞音乐 泰勒一边播歌一边说 我希望现在就是圣诞节 因为我喜欢和全家人在一起 爺爺,妈妈,表哥,表姐,表弟,表妹 我每一个都在 我喜欢一起玩的时间 和做一些平日不做的事 当然,我都喜欢收礼物 但我真的很喜欢 像去年那样 把食物馆送给约翰逊 而且 我想到你做的圣诞卷 我就很肚饿了 你一直都想着这样是不是呢? 妈妈问他 嗯,我想是吧 泰勒就靠在沙发上面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妈妈看着泰勒,两眼发光 耶稣知道你的感受 正正因为这样 他为我们设立了安息日 妈妈看着泰勒一边疑惑 一边大笑起来 好了,儿子 你想想想 上帝在忙碌的创造工作后 设立了安息日 他创立了特别的一日 就是为了和他所创造的人在一起 这个就是他一周最喜欢的一日 他希望安息日可以成为每星期的一个假日 他要我们忘记所有平日里的琐碎事 和他一起共度特别的这一日 所有你提到关于圣诞节的事 都是我们在安息日里能享受的事 我们可以和我们爱的人在一起 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日不会做的特别事 我们喜欢做一些能让别人开心的事 我们也可以享用一些特别的食物 妈妈笑笑地抱起泰勒 我想我从来没想过安息日可以像一个假期 泰勒回答他 他真的很认真思考妈妈所说的说话 你知道吗? 妈妈继续说 耶稣真的很期待和我们一起过安息日 他对我们的爱是这么伟大 当他给我们十条戒命的时候 他说当纪念安息日 六日要劳碌做来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安息日就是和上帝一起的假期 在繁忙的一周结束之后 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特别的 我们可以享受他为我们创造的秘密 我们可以研究他的话语 学习更多他的爱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告诉耶稣我们爱他的方式 泰勒好像忘记了圣诞节还有多久才来到 你说得对啊妈妈 泰勒沉思地说 安息日真是很特别的一天 甚至比圣诞节更好 因为上帝将他作为礼物送给我们 而且还要是每个星期一次 不如我们叫爷爷妈妈和我们一起过安息日 这样也会令到这一天更加特别 你呢? 安息日是上帝每一个星期给我们的礼物 当上帝在六日内完成了创造的工作 他在第七日就休息了 他赐福这一日定为圣日 自创造以来 安息日就是敬拜上帝的特别日子 好让我们可以去享受他所创造的世界 和告诉他听我们有多爱他 这一日是神圣的假日 在这个安息日里 耶稣期待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特别的时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